我去大三角邦尼奇大三角呢 而不是,SB,放鸡蛋 太多教会了,我已经弯掉了 去SB的教会呢,有讲整套 我得到的回应,回想是很好的 他们很enjoy,他们很精彩 今天我不能讲到把整个东西讲完 我只能抽样的跟你讲 因为我只有讲15分钟到20分钟而已 所以你要了解更多整套的 你就来9月2号的福建堂逼你们来 想你们来一下,就这么样 我稍微跟你讲一下 我们要看今天的一个字叫天字 你是否想过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许多人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是否有妥善的保存你的家库 请问你知道你爸爸叫我名字吗 你不知道你是不孝子 喂,那么你知道你公公叫我名字吗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已经开始模糊了 你知道你的真主父是谁吗 太真主父是谁吗 太真真真主父是谁吗 我们为活人有一个很难的问题 就是家库 你知道你阿公 你的阿座已经开始模糊了 所以起码我还小的时候 我的阿座活到104岁 那时候我104岁 我还记得 我的阿座是绑脚的 我脚的他脚很小而已 我有,我知道 但是你莫的他叫我名字 太远了,我不知道 我起码知道我阿座叫我名字 所以家库没有了 总之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人类的始祖是谁吗 人是怎么样来的 今天啊,有一些科学家 告诉我们说 人类是有低等生物 经过不数年代的眼镜而来的 他们还说 人类的祖先是猿猴 猫猴 老高 你相信你的祖先是老高吗 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 你有空跟我一起去 看到那些猫猴的时候 阿公 阿爸 我个人其实不相信 这个是 我们是由猴子演变回来的 尽管 我们觉得猴子很像人 猴子的举动行为很像人 你看马西团 你去看 那个猴子会拿着主论 他会写你抽烟 可是他会品尝这个主论 这个学家是 哇,怎么品种的 他什么great的 哇,这么好抽 我只把它研究制造的 来生产 然后来去卖赚钱 你有没有看到猴子 能够做这样东西的 对吗 然后,你也看到猴子 学人家喝酒 哇,他也是喝酒嘛 对没有 猴子演muffle 是吗 你看马西团也有的 是吧 可是他会品酒 他会说 哇,这是82年的牙皮 哇,这是最好的 这红酒没有杂质 他不会了 是吗 猴子没有这样的聪明才能 只有人 想到东西 他会延伸去做很多东西 所以 我很清楚告诉你 我们人不是猴子变来的 如果猴子的人 是由猴子变来的 我们有一几样问题 没有解决 就是你从你在森林里面 或者你在 Poletic Island里面 看到一个半冷半猴的人 就是说他慢慢演变的嘛 由猴子演变到人嘛 可是现在我们变人嘛 还有一群猴子还没演变的人 一定有一部分是半冷半猴 像猴子又像人这样的 你有没有看这样的人 如果演变人类是由演变而来的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你也找不到死海啊 你看他是猴子又是人的手的 没有 是吗 所以 我们人不是猴子变来的 然后 你知不知道 在中国的古老教导中 早就提到地球有一对男女 是最高位聪明 而独特的受造物 他们甚至拥有造物主上帝的形象 按照古代的说法 造物主不仅造了人 还造了整个宇宙万物 这个造物主有个名字 他的名字叫上帝 在甲骨文 甲骨文的里面 也清楚地记载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下去啊 古代中国人给他们的上帝 另一个名字 就是叫天 在甲骨文中也很清楚 记载这个事情 我们去看下去 OK 在东汉时期 有一个学者叫正玄 他说 上帝者 天知别明 神无恶者 这个是文言文的 我稍微解释摆过一下 就是 这个上帝啊 有一个名字叫天 天 是他另外一个名字 神无恶者 就是 除了他 没有其他 有第二个 像他这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去看下去啊 在周朝有一个 大哲学家叫莫子 莫子是谁 莫子是谁 听说莫子是老子的弟弟 孔子的哥哥 是吗 不是啦 我们讲的 不是 莫子是一个周朝的一个大哲学家 他认为天啊 就是创造主上帝 我们给你看他 他讲什么啊 OK 文言文来的 如果不文言文 你们就摔碎了 他说 今夫天间天下而爱之 甲 乔 睡 万物直立之 不要哭下去了 OK 我直接跟你百话文 OK 百话文 百话意思说 上天厚爱 天下众百姓 施恩给万物 即使再渺小的东西 都是上天所造的 这份厚爱是 人民都能享受福分 可见上天厚爱万物 是不可否认的 我之所以知道 上天非常爱物人民 是有原因的 因为天将 天将 太阳烈亮 星星分开 以照耀全世界 有幼定春夏秋冬世纪 以为刚济定律 上天降下双雪一路 使五股四麻生长 使人民得一致福 享受福利 上天也治了三双溪骨 使各样事业逢波发展 这是莫子讲的 他说这个造物主 这个天 是赤万物的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那一位 我们接下来听 天 就是莫子所讲的创造主上帝 今至中国人常常将天 当的天空而已 天一半 但是在甲骨文中的天 这个天字 这是相信文字 相信文字 是所指的不是地方 而是意味有位格的尊为大的 从上头来的人 我们再看这个文言文上 就是这个天讲写的 在以前文言文 任何指上面最上面的 都以量化来做一个标记 然后就是化了 然后就加上一个人 任何人 任何在人的上头的 就是天 任何在上头的 在人上头的 就比人还要大 就因为有天 在清代陈昌志可本的说文解字 不是我讲的 我没有乱讲的 就是有根据的 他说 这个天啊 是天也 至高无上 从一大 我们来看更详细的 康希字典 只要那么讲 他说 天 天也 你是提到天 封边的天 天就是顶峰的意思 就是最巅峰的意思 天也 最大的 然后 凡缘 原始 原始也 天天也 就是 他是最年初 最开始的那一位 店者 人 sorry 看错了 OK 不能回来 不能回来啊 OK 今天这个 Presenter闹紧续了 OK 他说 天者 人之鼎也 就是在 这个天啊 最顶峰的 是人的 上头 至高无上 从一大 是最高的 至高无大的 是从一大 什么意思啊 从一大是 只有他 没有第二 就是 只有这一位 一个 最大 至高无上 其大 无 有二 也没有第二个 比他更大 不从一大 所以他 由然 从 从头到尾 是他 唯一一个 最大的 根据 康熙 一支点净 就这么解释 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 我们喜欢 中国人还是喜欢 这些字 我们 遇到问题 老天啊 有吗 天是最老的 老天 有吗 然后 然后 我们还有什么 老天 也 你知道他是最大的 老天 是吗 然后我们福建人 讲什么 屁公辈啊 你看 Estro 就讲屁公辈啊 就是讲天 天是那个 源头 OK 还有吗 如果一个人 很坏蛋 不遵守 这个 就是 逆天而行 我们 中国人有个想法 如果一个人 逆天而行的话呢 他就会遭 天欠 离公辈塔因 天打雷屁 天打雷屁啊 这不是我翻译的 是这个 汤西字典 翻译英文说 God Punishment 上帝的惩罚 强调痛苦的 严酷 所以 使人 连向起天杂 Amen 我们去看下去 OK Next Next 是什么 还有一句话 这个是 谁讲的 天王 恢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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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句话是 老伯讲的 谁老伯 老子啊 老子讲的 老子讲的 天的境王 虽然广大 而恍输 但为恶者极少能漏过 天王会为输而不输 老子讲的 就算天王是很广过 就算你这个作恶的人 在一个角落没有注意到 你也逃不过 逃不过天 天会惩罚你 老子都说这样的话 我们去看来 还有什么呢 天意 当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很多事情发生不带怎么解释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一切都是命令 一切都是天意 就是刘德华唱的 一切都是天意 不能解释我们说 这天意 天意弄人 天意所为 我们活人 从古至今 都有一位敬畏的 有一些东西不能明白 不能解释的 总是会出路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跟圣经 有关系了 很接近的 天无绝人之路 总是无处罗 有出路的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一定会有办法的 上天不会亏待我们的 如果我们做好 这是我们中国人 活人的思想 我们去看下去 他说 如果我们做好呢 上天 上天有没有 有好生之德 上天是有一个好心意的 他会在那边等着 你那种花样 爬路 顺路 跑路西 没有了 上天 天上天 有好生之德 他要我们 他希望我们好 帮助我们 就跟圣经所讲的一模一样 上帝是爱的 上帝爱是人 甚至将他 比赌生的支持 给我们 我们也强调 天时地利人 如果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有天时地利人 没有天时地利人 你做好东西 不能顺风水 我们中国人很强调 天时地利人 来 还有吗 接下来看 人算不如天算啊 对啦 这个就说啦 哎呀 我水高高 就是没有算啊 这一点 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东西是上帝在掌握 当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潜入的时候 我们说 人算不如天算 然后你去算命 然后双命先生跟你讲 天机不可泄露 我讲太多了 我的命会短掉 天机不可泄露 有吗 我们看到啊 天啊 这个天给我们看到什么啊 原来啊 中国人对未来啊 是不能够想象的 中国人对未来是有信心的 这更符合我们的神经所讲的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间的 我常常跟我 他送你点的说 不是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走上帝事情 为什么这样不顺 上帝没有听我祷告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让上帝让我知道 我未来怎样走 三十年后怎样走 我说如果我祷告 真的上帝听你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给你知道三十年你怎样走 今年你会后谁 明年你会不顺 后年你会 多后谁 再大后年你会 多后谁 最后一年你会生孩子 再后一年你会死老婆 我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三十年怎么样走 很清楚 上帝小律 启示给你怎样走 你的人生真的没有意义 你的人生根本不精彩 你也不想走下去了 你走了第五年的时候 牧师我死了算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人生 你明白意思吗 天意 天机 人算不如天算 上帝要我们走一步 算一步 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做 这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天一模一样 我们去看下去 还有吗 孔子 孔子 刚才讲孟子 刚才讲老子 也讲孟子 对 刚才讲孔子 孔子 孔子发现一个线索 发现什么线索 这也很怪 他说 孔子 孔子 认为 郊是很重要 什么叫做 郊是 郊就是野外的意思 郊就是郊外的意思 到深山到最离开城市的地方 是就是做礼拜的意思 就是去到郊外做礼拜 孔子说 孔子说 这个 我们也通称叫做祭天 祭天 中国人很强调祭天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祭天好像没有概念的解释 你就明白了 OK 他讲一句话 这是在中庸 他的中庸里 论里的时候 名呼 教士之意 自我自如 只出掌而已 什么意思 谁知道的方法 翻译一下我给你 我给你一百块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找internet 他的百货是这样讲 他说 一个懂得教士 是祭天大典的人 对他来说 自我去好像看自己的手掌 一样容易 他拿起你的手 来 看看自己的手掌 所以你要去看命了 跟算命了 所有的命运 所有的都在你的手掌 懂得祭天大典的人 对他来讲 治国 治理国家 就好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 孔子给了一个线索 人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治理国家的人 在上有权柄的人 必须懂得祭天 我们今天来看看 中点的东西 祭天 孔子 在古书 《书经》 《书经》是《四书五经》里面最早的一本书 就是说 他写中 孔子所编撰的书 他记载的谣地 顺地 还有 预地 这些的记载 他写什么呢 就是 《四类于上帝》 什么叫《四类于上帝》 来看百博文 就是说 向上帝 向上帝献祭 在很早很早以前 中国人就在中国的东方的边境 就是今天的山东省的泰山 奥一奥一奥 不是这个奥一奥 是泰山 这个一个地方叫 泰山的山顶 出了一个坛 向上帝献祭 我们去看这句 然后 慢慢演变的 王帝就见了 在北京 有去过北京吗 北京的地方 让你每年呢 有超过十三亿的人口 去看这个天坛 天坛有三个主要的建筑 这个第一个建筑 指的给他的这个 叫奇连殿 这个是叫黄穹鱼 这个是祭坛 这个是祭坛 叫环丘坛 我一个个来解释 但时间也过 不能一个解释 哪个你要来 我就大概给你讲 给你看 稍微看一下 音乐 把那个声音 准备好没有 后面帮我观察 你想让我们看一下 小电影 天坛是世界上 保存最完善的 古代几天建筑群 许多世纪以来 对远东地区的 监督和规划 产生的深刻影响 他们深深而紧密 有着人间公典 无法比拟的神明之气 天坛的规划设计 建筑记忆和环境的营造 均着力创造一种 人和天对话的理想氛围 强烈的表现出 古人对天的崇敬 这是中国传统建筑 将就效法自然 提倡天人合一宇宙观的 一种特殊注尽 这就是北京的天坛 还有视频 这就是北京的天坛 就是王帝每一年两次 在冬至的时候 一定会到这个天坛的地方 就是The Temple of Heaven 就是这个天坛地方 来祭天给上帝 然后在秋天的时候 秋季也另外一个 所以我给你看再稍微看一下 天坛的众多建筑 呈现出圆形的外观 蕴含着天形界 天道圆的哲学韵文 所谓中国最高等级的七天进步群 它们迎来环宇的主目 打开天坛的这种平垫骨子头 我们就可以发现 天坛它有灰子形的两重堂墙 把整个建筑群分成内坛外坛两档子 它的主要建筑是在内坛档子 这样当人们从西门进入天坛之后 迎入你的眼帘 首显就是那太阔的天坛 神圣 古党 与至高无上的天地 立刻在蓝天白云的影尺下凸显出来 这样人们顿时就会感觉到 自身的软弱与苗角色 因此 不要会心甘情愿地向天地鼎鼎摹 祈求天地的宝贝 看到没有 所以它整个架构 我要强调这么 这个很奇怪 天坛的整个架构和创造 是很跟圣经所讲的旧业里面的圣殿 还有圣殿之前有那个叫会幕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看 北京天坛它的架构这边有奇连殿 这个有黄穹鱼 这个是秋祭坛 你看我们圣经所讲的 我们有夜会的地方叫至圣所 叫内宴 这个整个地方叫内宴 这个叫外宴 和它讲的内坛和外坛是一模一样的 外坛有祭坛这边也是有祭坛 圣经讲的祭坛 然后黄穹鱼呢 是皇帝走进去跟上帝祷告 求告上帝的名字的地方一模一样 然后神的同在就是在这里 相似度100%啊 兄弟姐妹 我我我我我很难相信啊 在北京他们建立天坛的时候 师父他们有去过以色列来参讨吗 我相信不是的 东西没有那么巧合的 相似度100%多 我再讲这个强调一样 在黄穹鱼里面没有祷告的地方 没有任何的偶像神像 只有一个牌匾 这牌匾什么呢 这牌匾里面写着黄天上帝 他们所祭的天是没有偶像的 没有任何的形象可以看到 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上帝 他们就拜这个黄天上帝 就好像今天我们拜的外面 外面常常谈到啊 我们拜提供啊 提供 我们这边就没有神像 没有别人看到偶像 也没有神像的 就写单单是天官制服 或者天公制服 都可以 你可以讲天公 天公也可以讲天官 就是这个天官制服 而且很奇妙的 我们拜拜的 华人都拜拜你很懂的 很多的神啊 很多的神明 你要用七支香 或者你用一支香去拜 唯有这个天官制服 你不能随便拜 你一定要三支香 以前我挑当的时候 三支来和清晓 都懂得 一定要拜三支香 为什么要三支香呢 神明的妹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神 什么叫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的神 一定要三支 不一可 不能五支 也不能七支 也不能一支的 看到没有 我们中国人 从以前 以前很早以前 就拜了这个独义的法定 我们称他为天 我们自己看下去 这里曾是封建帝王 祭天祈苦的圣地 关于他的种种传奇 要从兵朝初年熟起 这里给你看到的就是 天坛里面所记录所有王帝 有几天的历史 有几天的记录了王帝 他们的肖像都放在天坛里面 很奇妙的 任何王帝有祭天的王帝 他的王位就巩固 会 座位就会坐得很久 任何王帝没有祭天 没有在里面的 他的朝台很快就下台了 因为他不懂得今天 我们的王帝 如果你还记得 如果你有去看武装戏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那把圣子来 圣子一打开 什么 奉天成运 王帝造业 到今天还是一样 你看清代的 奉天成运 每一个王帝都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祭天 因为他们是替天行道的 他们对天负责任的 是上帝委任他们去做王帝的 所以他们自己叫什么 天子 天公的子 王帝叫天子 那从过去以来 我刚才看到第一个人有记录说 人类去敬拜上帝的叫做顺利 他在东北省的泰山上 在那边祝坛祭天 但是人是自私的 一旦有王权演变到 从有神论 中国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 到今天共产党无神论的国家 为什么远运这么大 为什么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完全没有生 不相信有神的存在的国家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 因为就是因为有封建的思想 王帝把祭天这件事情 当着私王家的事情 老百姓就会参与 也因为这么样 把老百姓慢慢地要祭天的重要 每一次那个王帝在祭天的时候 都吩咐所有的人 所有的老百姓把门户关起来 不能出门 因为王帝要出神了 王帝要出到天坛那边去祭天 然后就来到我们这个北魏的时候 才引进了佛教 然后才有百家诸子的人文的思想 人为人的思想进来 上帝的位子 这个王天上帝的位子 慢慢地被人而担忘 然后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王 这个朱家白子的这个思想 奠定了人 人 那我不是说道教不好 但我把这个朱家 朱子百家这个思想的时候呢 成为人的思想 人是自己不能自救的 人以人为中心点的时候 往往很多东西就虚空了 道教会大的程度就是一种虚空虚极 自己不能安定 佛教才引进来 搞到整个神舟 那中文以前叫神舟 神的舟 整个神舟满天生佛 把创造主的上帝 完完彻彻底底 完完全全地往寄 我给你看一下最后一个节目 一个节目 他们末法天堂公园 重新组织了寄天的表演 这是古代皇室大典中最隆重的仪式 他由皇帝率其成名 祈求天地保佑 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耕 两千多年来 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之下 而寄天 正是这些封建皇权 合法性的象征 如今神秘的皇家祭祀 早已成为遥远的往事 但是人依旧可以通过眼前的表演 想象当年的灰弘场面 可以帮我开灯一下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节目 我们老祖宗所写的这个篇 一点也 一点也 最顶峰最至高最大的那一个 最高也是最大的那一个 符合我们圣经所讲的这个 主创造主 创造天地万里的那个主 所以今天说 我们常常遇到很大的问题 当我们是能源 说我们常常会认识 你这个不孝子 你这个奉高 这个奉高 这个奉高 洋教 我们华人主权 我们不拜这个基督教的 是吗 我们是拜佛教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正是了解 你要去读所过去的历史以来 我们中国人从一开始是拜天的 拜天地的主 这个主 这个神 就是上帝 至高扑上的上帝 如果你真的要做孝子的话 你应该认主归宗拜为这个神 而不是佛教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 道教是人 人的 在那边坐着盘膝坐 盘膝而坐 来想人类的问题 想到最后 没有办法解决 道 道之道 什么道 我忘记了 下一次我再跟你讲道德经里面的道 但讲到最后 是虚恐的 老子的道德经 讲到最后是不能自救的 你要广东话说 你 你照上 你自己看着办法 道解会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要了解 这个神 中国人的神 中国人的上帝 中国人的天 不是非一般的天 中国人的天跟就业的 你看 你把它比拟 跟就业的那个耶华 跟这个 El Shaddai 是一模一样的神 是充满了力 圣洁 和爱是他的创造的法庭 我们就 站起来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